双芡片 双芡片这个产品在天师已经是十几年的一个老产品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改善肠道的这种环境 双芡片它的主要成分 第一个就是有玉米纤维 它就是一种植物性的纤维素 我们昨天讲甲壳脂是动物性的纤维素 双芡片它是植物性的纤维素 同时它里边还有葡萄糖的低聚糖 葡萄糖的低聚糖它本身是触进肠道 产生双芡感菌 帮助肠道代谢促进排便 降低肠道内的血脂和糖分都有很好的关系 它的第三个成分就是山楂粉 山楂是一个水果 是一个食品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那个山楂它有什么功效 它有软化血管的功效 降血脂的功效 吸食血液的功效 并且呢山楂是提胃的 它还可以调皮补皮 促进食欲的代谢 所以这三种物质结合起来 那它对肠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它是纤维素 纤维素首先肯定它是一种不能被吸收的营养 它进入肠道以后 因为它是纤维素嘛 我们就会想到它像草一样 它像韭菜一样 它进入到肠道以后 它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是可以产生饱腹感 产生饱腹感 让人食欲能够下降 对于那些想减肥的人 肥胖的人 它肯定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 第二呢 这个纤维素 它本身也是减性的 所以它进入人体以后 也可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这种酸性环境 促进消化吸收和代谢 第三个呢 这个纤维素进入人体之后 特别像玉米纤维 它进入人体之后 它不被吸收 它就可以干什么 可以穿戴那种对于便秘的人来讲 它可把这个便秘 它穿到这个粪便的中间 一根两根的去穿 然后呢 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去增加大量的水分 所以吃了双鲜片之后呢 一定要大量的喝水 所以你尝到的水分就增加 而且把原来非常硬结的那种大块 经过纤维素的传透 它都分成了一些小块 再加上纤维素 它本身促进了大肠的收动 所以这样的大便就会推动的向下 就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便秘问题 都可以解决 而且双鲜片这种产品 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 包括小孩子 我们知道小孩子最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积住食了 老百姓讲话吃多了 那吃多了以后 除了去控制一下饮食 最重要的是要把吃进来的 没有必要的多余的物质把它排泄出去 小孩子吃双鲜片 对小孩子增加肠道蠕动 增加双鲜 可以赶紧帮助它消化吸收 并且帮助肠道去排泄 小孩子们只要把那些鸡丛的东西排掉了 肚子一松 体温也会下来 炎症也会改善 那对于成年人来讲 就更是这个样子了 那成年人一般是吃的油腻了 或者是吃的过量了 会形成腹脏腹痛 尤其现在便秘 也是全世界的一个痛病了 中年人有 有些人的便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一星期都不上一次厕所 那么这种人就要长期去服用双鲜片了 你可以一次吃四粒 也可以一次吃六粒 但是记住吃双鲜片的时候 不要像吃其他的产品一样 喝了水通下去就可以 双鲜片一定要在口里面去咀嚼 我们在中国去 我们都要求一片要不断的去嚼 嚼25下 那为什么要去嚼它 当你嚼的过程中是我们口腔就会产生唾液 产生消化液 这个时候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蠕动 刺激到肠的蠕动 对你的消化吸收和代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今天的这个便利普及到大部分人群的时候 双鲜片应该对改变人体的消化系统促进排便 促进消化吸收和代谢提升人体的这种消化能力 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建议大家经常去吃 包括想减肥的人也要经常去吃双鲜片 记住一定要一片咀嚼25下 咀嚼的越多越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注意大量多喝水 大量多喝水 直到让自己的肠道能够膨胀起来 让大便变得松软 所以这样就可以起到化石促进消化的这样的作用